一颱風持續逼近中央氣象署 23號上午發布陸上警報 首播警戒區估計以花東為主 就有民眾在PTT上發文表示 桃園永遠不會放颱風架 而且每次颱風一到臺灣 就會突然轉彎 不過最讓網友生氣的是 去年颱風北北基都放假了 唯獨桃園要上班上課 讓許多桃園鄉親無法接受 就有網友發文表示 如果禮拜三四五任何一天 桃園有放到颱風架 他就會在下週一 在台北車站發放1500份雞排 不是台北北部就是南部 就是宜蘭花蓮那裡 桃園從來不會放啊 桃園如果能夠放到颱風架 網友就請吃雞排 天文曝光後也引發熱烈討論 至於颱風到底會不會放假 北北基和桃園市府 預計今天晚上八點就會宣布 但還是會依照停班停課 相關標準辦法 以及氣象團隊的報告 做整體的評估和判斷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